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赛季成功解身历史德顿宝 第十时也是被谈到了名人堂的资格 那么安东尼有资格入选名人堂吗 首先在谈论安东尼是否有资格入选名人堂的前 我们先来谈论一下什么是名人堂 并且它的门槛是什么 其中名人堂全称为泰史与斯篮球名人堂 它面向的成员不仅是NBA球员 更多的是全世界对篮球做出的呼吸目击的姿势 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讲NBA是任何人堂的 它是面向全世界整个篮球界的 而后它的入选门槛其实也没有非常多的标准 毕竟每年凭诊的投资都是自私不一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参考标准 那就是全世界内为篮球这项运动事业 做出过杰出购乎人员 同时他们也有一个潜在标准 毕竟从77年能够进入NBA球员身上就会恐怖 那就是球员不一定要有孔合军 但荣誉成就方面必须也要有 而在了解名人堂和他的门槛后 我们再来看看安东尼是否达到荣誕 众所周知 作为同兴03白军战的角度上 他虽然没有什么个人荣誉 但是巅峰时期的停伐表现却十分出色 十次入选全明星 两次最佳二阵 四次最佳三阵 还有一位合资王的正号 本赛期他更是在得分榜 来到历史前十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这三块奥运金牌和一块铜牌 可以说安东尼所崭尽的实力 完全是历史顶级水平 但是凭借这些荣誉 我们便能够确定 他能进入运航了吗 显然谁都无法确定 毕竟名人堂评选每年多的日花 但是如果我们将近代名人堂标志和名坎拉出来参考对比 便是能够得出答案 相信很多人也都能够猜到球哥说的这两个球员是麦迪和本花来世 毕竟 在麦迪入选名人堂的时候 他便总是被抛击 而本花来世 则是一直让人为他落选而固满的选择 在这里 就会一直将安东尼和这两个球员进去对比 也就能够清晰相论答案 其中 麦迪能够成功入选的原因 很简单 一是他得到过两次得罗的文化 而我们要知道 在NBA历史上 只要获得过单赛季得罕王的球员 几乎全部进入名人堂 二是他的职业数价等分 达到了18381分 总篮板达到5276分 总助攻达到4161分 得分篮板助攻达到18000加5000加4000加高分 而这其实是NBA球员入选的一个定性指标 毕竟 在NBA历史上 打出过这种表现的球员 只要到最一年线都已经入选了他 三是他对篮球运动的影响和之狂 由于他在最巅峰的时候 是排名联盟前列的球员 再加上他独具一波的打球中和为他吸引了广大的球员 也是无论于多少 而且当初的活灾无辜也是让他有这一种影响力 可以说他也是能够成功的选 但是他却没够成功的选 一是他没能达到定性指标 二是他道路上的极其恶劣的影响 由于他参与了奥本山空变之间 这使得他的影响力就恶成了 而我们都知道 名人堂是积极向上的 因此他也无法入选 因此我们再来看安东尼 在硬实力上 安东尼也得到过一次的攻防 虽然他没能达到NBA球员的硬性指标 但是他的能力确是属于联盟底级设施 来到了律师前十的位置 而这显然是会给他加分 同时他对于篮球用功的影响力 也是十分巨大 在巅峰时期 他是联盟中的进攻万化球员 吸引了无数球员的热工 而且重招的是 他在国际赛场下大沙四方 充分发挥个人的进攻万化球员 原理在NBA战争的表现 也因此他得到了三倍奥运的影响 同时他也是美国 卫士德国王和获得精彩最多的女人 而他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表现和舞蹈 显然会很难的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那边是函东尼也是被联盟大多数决定 不管是唐斯 毕拉德 还是香蕉的兄弟 还是艾佛森 乔丹的兄弟 他们都是对田瓜十分认同 而且也认为他能够入选名人堂 这也意味着 在田瓜的名人堂眼见人上 将会是这些往届的名人园 这显然也是提高了他任何动物 因此 邱哥认为当安东尼退役后 只要实现一道那么他一定能够入这个名人堂 而在聊完安东尼以后 邱哥其实也想聊一聊这个名人堂 邱哥其实认为名人堂并不合理 而且虽然它名面上是面向协议剑 但其实它是9月3天的名人堂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点语音便是 相较于本土球员来说 名人堂对于国际球员并不是很友好 众所周知 在NBA中国际球员也是很重要的团队们之一 而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球员也是有建筑了一大批实力超群的球员 比如奥拉朱旺 姚明 诺维斯基 加索尔等球员 但是 他们在入选名人堂时 却都是在我们国际球员通道中 为篮球事业做出的不足 而这种做法也就遏制了国际球员的名额 迄今 在将实力超群的球员名额划分的做出截出贡献力来后 其他的国际球员根本就没有任势力推打过 这也就削减了国际球员入选名额的资格 所以说 这也是极度比较好的 因此 球科也是认为 名人堂应该让国际球员与本土球员一样 不应该以国际球员截出贡献来限制他们的名额 毕竟我们都可以看到 现在联盟中的趋势 国际球员的表现越来越不色 而且所发出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 比如东西齐字幕中的球员 在这种情况下 显然在往后的名人堂中 国际球员的人选是会越来越多 第二两因 电视名人堂其实更多的也都是引用NBA的名额 虽然最终是依靠听美国看 但是他们所依据的标准都是演习着NBA 而且 在名人堂中 绝大多数球员点是联盟中的主缘 即使偶尔有教练分子助援 但是 他们也都是本体的部落 而且 没有真正的展望全世界 虽然不可否认 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顶尽的男球员带 但是在世界各地 依旧还是有着很多完全的协助人 可以说 这个名人堂完全就不是韩国的名人堂 而是属于NBA的名人堂 在此请问 球贵是世界 不管在这最后的退役代际哪能怎么样 安东尼都能够成功入选的人堂 而且毫无悬念 当然 除非他退役后跟皮尔斯一样 那么他便也不能入选 我们来说 作为现役唯一的进攻漫画档 安东尼的进攻能力完全是NBA历史数一数二的 巅峰世界的他根本就没有人能够防入 虽然田瓜拿到的顶级中级并不太多 最佳阵容也只入选过二三阵 但凭目前历史得分榜前十个中级和国家队的成绩 田瓜也是能够毫无悬念的入选绿堂 昨天 NBA季后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效量 在这个比赛日里 可以说惊喜颇多 先是魔术暴冷击败雄鹿 然后热火也是完成以下课上 最后就是开拓者也击败了胡人 东西部老大手轮第一场都输球 这个场面真的是太久没见过了 要知道上一次出现东西部老大赛 首轮第一场都输球 都已经要追溯到17年前了 那是2002年到03赛季 活塞马刺两只扣号主顾 同时在系列赛首场比赛输球 不过两队最终都击败各自对手 马刺还拿到当年总冠军 啥意思也就不用多说了 好了 进入正题 今天球哥想跟大家聊聊 胡人与开拓者的首战究竟输在了哪里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胡人常规赛一直都不在状态 而且稳坐西部第一 也让他们短时间内忘却了高强度对抗 而开拓者则相反 他们经历一场场战斗欲火重生 依靠全队的凝聚力和Lilard的爆表 停杀竞技后赛 两者的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同的 再加上胡人是一支慢热情球队 所以两队开场的情形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 开场后 开拓者延续着此前火热的状态 在Lilard的带领下 积极主动跑动 并且加强了防守意识 其中看Lilard这两次利用 无球跑动和无球掩护 投进三分就能发现 开拓者球员都不在禁区争抢难板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退防及时 以免被胡人打出反击快攻 原因呢就不多解释了 大家应该都懂 而反观胡人则是延续着常规赛学猴的状态 这手群三分球的离失 那不让极少的自主进攻 David的手感冰凉 在这里 不得不提一下 开拓者零威寿命首发出战的Gabriel 他在首截对于David的防守 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正常来说 即使首截三分八中了 胡人也不应该被拉开这么大的比分 毕竟胡人本赛季是一支防守强队 原因就是胡人进攻方式的选择 胡人在首截比赛 他们大多选择了Bron和David 往禁区突破 然后分球创造三分空位的进攻方式 其中 像这样一球 Bron往禁区突破分球给外线的David 如果进了来喊说 但没进的后果 便是被打出一个反击快攻 而这就是胡人第一节的癥结 所以在被拉开到16分后 胡人开始调整战术 用上了曾经开弱入的一号战术 而胡人除了詹黄 还有卡黄 所以也就有了 Carruso禁区内的战斧批扣 和最后时刻 LeBron的欧洲步上来 简而言之 就是让球员往三秒区内突破 别投三分 所以 首截战法 胡人25比26 末后11分 而到了第二节 胡人继续执行这一号战术 效果可以说很明显 LeBron坚决地突破 宁愿摸爬滚打 重重摔倒 也要造成杀伤 拉开空间 减少三分出手 从而降低攻防节奏 通过通过制造罚球 从而给对方带来犯规隐患 所以在几次纠缠后 开拓者内线球员 Gabriel和Whiteye 分别升杯四贩和三贩 这一节的胡人 可以说是完全依靠内线弱国 咬住了比分 所以 半场结束 胡人56比57 分差缩小到了一分 当然了 在这里面 也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 胡人在前两节 对于Lilat的关照 其实不少 半场前B绑 然后过了半场 就开始体育夹击 可以说这待遇 够给面子 另外球哥还想说的一点是 上半场的哨子 真是太碎了 几乎容不得任何身体接触 两队相加有近50次法篮 虽然联盟崇尚进攻 和保护球员 但如此打乱了比赛的节奏 和球员的状态 实在是有点难看 而到了第三节 开拓者学聪明了 明知胡人一定会夹击 更多的关照Lilat 于是直接加大了 Lilat的落策时间 一定比例减少了 他的持球进攻 这样的做法可以说相当高比 节省了他的体力 又为第四节的变化 留住铺垫 这也是为什么Lilat 第三节竟得两分的原因 而为什么Lilat 第三节这么大 胡人仍然落后呢 这就是胡人 一直存在的另一个问题 缺少第二个持球手 在第三节 Lilat 轮换下场后 胡人明显进攻方面 就出现了问题 David 开始打四号位 然后让 库子马来一打第一 其他球员除了 Cluso 基本不宽位 也不打战术 相当于胡人 直接失去了内线 杀伤性的突破分球 和可利用了单核爆点 直接让进攻停止 而最后 Lilat 也是不得不提前回归 才让胡人进攻端 正常运转 在这里 相信会有球迷疑惑 明明常规赛 上了Winters效果还不错 为什么Vogo在这场 直接弃用了 反而开始用Morris 原因很简单 因为Stone下了个陷阱 他在这场比赛 加重了场上的高度 而对于胡人而言 对手增加了高度 那么他们也需要增加高度 来应对 而这 其实完全就是跟着 Stone的节奏走了 球哥认为 胡人应该坚持自己 常规赛最后八场 锁链的轮换 第四节 胡人不出意外的启示 依然来源于防守 严防内戒后 防守练条 牵一发动全身 得球后 磕子马快下 LeBron推进 达成了一波快攻 可是没有三分的阵地战 仍然是个问题 不得不说 胡人这场比赛的三分 是真的没那命 毕竟今天开拓这个防守 还是一样的不行 但架不出胡人 射手军的手感冰凉 整场比赛 32中5的三分 这也是地后赛历史上 至少出手 30次三分的球队中 命中率第二点 值得一提的是 命中率最低的是 去年雷霆33投5中 那场比赛 也是西部首轮 对阵开拓者 而与之相反的开拓者 虽然这场比赛 三分命中率也不高 但他胜在命中 都是致命的三分 在最后还剩7分钟的时候 胡人领先开拓者6分 这时候 开拓者双枪开始发力 先是连去两个高难度三分 顺天把分差缩小 再是Lila等巨星球 直接向胡人打了 而胡人原本也是 有机会赢下比赛 但奈何最后内线造成杀伤后 LeBron和David连着四发不中 在最后的巨星时刻的比拼中 胡人巨星没有得分 开拓者巨星接连得分 所以最后也是导致 胡人输球的原因 首先对于LeBron而言 他在这场比赛 还是没有太明显的 自主进攻意 但看一眼数据栏 23分 17栏板 15主攻 数据不差 那么球哥为什么说 LeBron没打好呢 因为这场比赛 他没有中投 外线没三分 全是一个一个往内线造 然后造不进 获得拔球后 拔球还不够稳 其次 对于David而言 在本场比赛 面对开拓者双塔 以及时不时的包夹 协防 David找不到轻松 得分的结果 只能一次的中距离 跳投 抛投 这并不是最优解 他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 去得分 虽然他全场拿着 28分11栏板的华丽数据 但在场正不值 却只有-20 可能会有球迷 会跟我争论 但胡人现在 真的很需要双核 再次站出来 因为胡人体系的内核 就是在利用 LeBron和David 两位超级巨星的统治力 弥补角色球员 成色的步骤 特别是进攻端 才华的缺失 所以总结一下 这场比赛 胡人输球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三分的缺失 罚球的失准 缺少第二持球点 内线的堵塞 导致空间更差了 Volgo掉入了陷阱 还有就是双核 需要找回他们的统治力 最后再小提一下 在比赛期间 NBA民宿 Barkley再次赌奶 如果开作者这场局战 他们将红草胡人 拿下系列 但提出胡人这场输球 球哥越想到了 而且很大概率 会是0-2的开局 毕竟胡人的状态 还需要继续调整 但不管怎么样 球哥认为 最终举顺的 还会是胡人 比赛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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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期间的